今天我们就讲这个诈骗跟身份交用 现在很多资料放上微信啊 网上都不知道是真的是假了 还有就是有个人说帮你申请习业金 把资料给他 只不为他不怕他能把你的身份用来干嘛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主题 今天我们邀请就是Jimmy 他是消费者行动的 等一下我要他自己在宣传了 然后我们PCC是非盈利的 位置区服务的 我们是在台阶 我们就是这样可以令到保护我们的网 居文还有三家了 还有就是保护我们网后的发展 这个是我们公司没有去过的 你们应该有经过了去台阶了 然后我们都是有不同的服务 不管你的年子是多大 他说平少年到家庭吧 我们都有帮忙 还有就是我们 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们 我们就是看看有什么可以给你 还有公民参与啊 还有就是这里上面都有说 还有我们最主要就是开发一些 就是连接房子就是给低收入的家庭住的 就是我们新建的代价里面是有一些酬肠是可以做运动的 就是排球 蓝球 羽毛 冰冰冰球都有的 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开会用的 我们很多活动现在都是在里面 所以期望疫情过后我们也可以在里面 然后就是 这个是我行政总监给大家的信 这个就是在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网站上都有的 所以我这样不一样 好 等我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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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这个给较好 啊 那我没说我的 面图风 啊 那我刚才好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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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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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到我吗 听得到 听得到 OK 好 谢谢你 谢谢平 今天好难得有机会 我从旧金山 三凡市跟大家问候 消费者行动呢 基本上也是一个非牟利的组织 我们通常是做消费者教育 跟消费者代言的 所以我们本身呢 等一下我都会讲到 也有消费者的咨询热线啦 也有我们的网页上面有中文的 也欢迎大家有空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今天呢 平就是要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就是新冠病毒这个期间 一些诈骗跟身份盗用的事情 那真的是多到事情 多到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那我就先 基本上分成三段 我跟大家解释好了 第一段就是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有哪些 第二段呢 就是怎么样预防 第三段呢 就是说 如果不幸事情发生了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立刻去处理 那另外呢 就是说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呢 我在最后留一点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再把这事情讨论一下 那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新冠病毒 美国开始有感受到 是就是年初的事情了也是 可是呢 这个联邦交易委员会 就是FTC呢 他们发现从1月1号 就是2020年的1月1号到现在 已经有18000多件的诈骗事情 这个只是一部分 这个还不是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去报告嘛 那这个损失呢 那也已经都去到1000多万块钱了 所以呢 这个损失是很大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 那当然大家最重要的现在 都是说高科技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手机 都有电脑 对不对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第一件事就是 小心一些假的网站 那因为很多网站 它会写信给你说 我现在联邦要给我们 大家一人1200块 那麻烦你 我需要你的资料 我可以尽快寄给你 这些都是假的 大家要小心 因为联邦寄这个支票 是有一定的一个过程的 那每个人的情况又不一样 所以千万千万要留意 这是假的 另外就是 其实在这个新冠病毒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联邦医疗 联邦健保 MEDICARE 就已经很多人利用 MEDICARE的鼻子 像一些年老的人 还是这个刚才的人士 就联络上了 要他们的身份 就说他们呢 要寄什么测试的啦 或者是健康检查的东西 寄给他们 那其实这也是一种诈骗 另外就是提醒大家 你常常打开手机 或者打开电脑呢 有很多link 有很多链接 麻烦你如果不熟悉 没有把握 不要随便点击那些链接 那些link呢 常常会把你引导呢 进到一些假 就是说是大骗的一个 一些人的手上 比如说他是假扮呢 职业局啦 假扮国税局啦 假扮是查你的什么 银行的这个联络方式啦 那其实呢 联络上进去以后呢 就很麻烦了 就陷入一个骗局 还有就是最近这个 很多人在网上急着买 买一些防疫的用品啦 像是口罩啊那些啊 常常呢寄出去呢 就钱是刷了 但是呢 东西没有收到 有的人还跟我说是 Amazon买的啊 怎么可能啊 可是你不要忘记 Amazon上面也有很多小的店铺 个人的经营的 这也是诈骗 那自己要小心一点 另外就是旅游了 刚刚我跟平也分享到了 旅游呢 经过这件事情呢 很多人要取消 很多人要想办法 不出去了 把他的旅程改掉 可是呢 对方常常就不合理的 不肯退费 或者是用一些 语带威胁的语气 来讲不肯退费 这些呢 我们都要看看 你参加的旅游公司 到底是不是合法经营的 旅游公司 还有就是 有的网站会跟你说 你现在不是失业吗 那我有钱给你啊 你想办法 但是你得先 给我一点什么 手续费 什么钱 反正大家记住 如果是预先跟你要钱 或者要你去买礼物卡 去增值 寄给他的 这些应该都是诈骗 千万千万小心 另外就是微信啦 大家呢 这个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很多人有微信啦 有line啦 还有什么whatsapp啦 这些呢 你平常做社交是可以的 可是呢 如果有人在上面像做广告一样 跟你推销他是好的牙医啦 他是好的旅行社啦 他是好的什么美容院啦 请你要提高警觉 因为消费者行动 接到很多这一类的投诉热线 都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就投诉无门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 还有当然就是电话诈骗 电话诈骗这件事情啊 是无孔不入啦 那我不知道费城那边怎么样 旧金山这边呢 找一阵都是假冒 中国领事馆 坚持说你在中国有犯案子啦 你需要给多少钱 他们还可以找出什么 中国的公安啦 中国的什么法官啦 跟你在电话里通话 那你当时有的时候 有的人就真的是被吓到了 那也是把很多的钱都付出去 这个就是完全的诈骗了 还有就是这个疫情一发生的时候 在加州在北东北面 有一个城市叫Stuckton 已经有一群年轻人 穿着那个医疗用的防护衣 挨家挨户的去敲门 就是要进去说要检查 那个住客的这个健康情形 这个也是诈骗啦 因为当他们进去以后就是抢劫了 所以大家要小心 另外就是说代表什么水电局啦 去查水电啦 这些也都是诈骗 所以大家特别特别小心 就是说在这段期间 因为情况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失业 但是呢 他们还是有需要钱 来做他们必要的开销 甚至呢 加州因为像譬如说大麻 已经是合法化了 很多人呢 即使没有钱吃饭 他还是要去买大麻 他要买毒品 所以呢 他一定是会用一些不好的手段 去做一些抢钱的动作 就是昨天一天 已经有四位 我们华裔的那个妇女 已经被当街抢劫 那即使你的那个皮包是斜着 在肩上背过来的 他也是抢劫 甚至打伤人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特别要要警觉在这段时间 就是说因为经济的情况这个样子 而失业的人这么多 那社会治安一定是不好 然后网上啊 电话上的诈骗呢 也是非常的多 那我要大家小心一点 那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事情发生之前 我们希望是治疗预防好过治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预防这些事情呢 就是第一一定你要记住 不管政府机构或者是金融机构 像银行之类的 他不会打电话跟你要资料的 他有什么事呢 多数都是一封正式的书信 你还要看清楚那个信上面的那些标志 是不是真正的代表国税局啊 代表什么职业局 他不可能是随时打电话 跟你要你的个人资料 什么是个人的资料呢 像你的身份证啦 你的公卡号码啦 就是社安卡号码啦 你的家里的地址啦 姓名啦 甚至你母亲 你母亲姓什么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不要随便跟人家讲 因为英文怎么拼的话呢 母亲的姓氏 加上你的social security 你的社安卡的号码 你甚至你银行的一些事情 他都可以查到的 所以千万小心这件事情 那另外呢 就是说有人呢 会打电话 要你呢 先汇一点钱给他 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或者是去买 买那些礼物卡给他 在电话上啊 在电脑上啊 照给他吧 那些号码 那你一定要想 这个绝对是诈骗 还有就是信箱了 我不知道费城华部的情形怎么样 但是在旧金山的Chinatown呢 很多人是住所谓散房 就是一个房间一个单位 他有的时候信箱会对人家公用的 那你收到的一些信啊 像是预先批准你有信用卡的什么的 你都要尽快的拿起来 为什么你不能说那个是广告信 就不要了 其实你今天丢广告信 很多时候你一定要消税 弄把它毁掉那些上面的资料 不然的话呢 有的人真的是在那个地方 所谓的垃圾桶去寻宝 捡到你那些个人的资料呢 他也可以开卡 我们消费者行动曾经收到有人投诉 就是他就是住散房 他收到的信没有理 结果人家就拿他的名字 去申请信用卡 就用 然后呢 账单当然都寄到他头上了 那他们一开始还不理 后来呢 追债公司都找上门了 他们才警觉 结果从一份呢 一百多块的这个账单开始 后来到一直累积 加利息 加罚金 差不多七千多块的账 都赖在他们的头上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信箱这件事情 要特别小心 要注意 你预期有什么重要的幸亏 收到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小心 即可的收到 看一下 不要随便丢掉 丢掉以前呢 要把它减碎 然后呢 当然就是电脑上了 所有的链接 所有的link 还有你根本不太清楚 来源的一些电邮 我建议你们都不要看了 因为有的时候你一看 你很可能就陷下去 一直进入他的这个陷阱 另外就是提醒大家了 其实我们美国人呢 每年都免费呢 可以查一次信用报告的 那个信用报告的那个名字呢 要打正确 平已经在资料上打出来过 我再念一次好了 三个W 一点 annualcreditreport.com 这是一个字 A-N-N-U-A-L-C-R-E-D-I-T-R-E-P-O-R-T.com 你可以看一看那个平打的资料 你可以一年免费查一次信用报告 还有就是可以谢绝来电 Do not call registry 那个资料呢 888-382-1222 网上也可以做 至少呢把你的手机啦 或者是你家里的电话啦 地线的电话 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那些广告电话 我们曾经有一对母女呢 因为接听了一些电话诈骗的事情 的电话 结果呢 他银行的账户呢 都被人家改变了 所以呢要特别小心 你可以登记这个 你可以减少到很多的推销电话啦 或者是广告的电话 另外呢 就是我也欢迎大家有空呢 可以到我们消费者行动上面 看一看我们的网站 如果你不习惯看英文呢 你可以看中文的 我们有很多最新的资讯 这些中文的呢 全部几乎应该都是我翻译的啦 那我们都是配合那个英文的原稿 然后呢尽量的翻到中文的 方便大家社区的人可以看 好 那个我们消费者行动的中文的网站呢 是三个W1点 Consumer- 就是中间一横 Action.org 如果看中文 看中文的呢 你就 slash 鞋感哈 然后打一个 Chinese 就 所有的中文的东西都可以出来了 那我欢迎大家 要常常上去看一下 增加一下新的一些社区啊 跟那个政府的一些薪资 这样子呢 你有所警觉的话呢 就比较好 当然我觉得你们也很幸运啦 你们有凭他们PCBC 在这里帮你们 你们也真的是得到许多许多的这个社会上应急的薪资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万一不幸遇到这些诈骗呢 事情怎么处理呢 如果牵涉到身份盗用或者是钱财上的一些损失呢 第一件事我提醒你们就去报警 你不要说这不是刑事案件 但是你要找你离你住家最近的警察局做一个登记 因为你拿到那个报警的号码呢 在以后的过程中呢 你如果发生一些跟人家要提出证明或者有争议的事情呢 他们多数会要求你你报警的那个号码是几号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哈 要去报警 然后呢 当然立刻联络你的那个发卡的信用卡公司啦 或者是银行啦 或者有三家信用报告公司啦 这个呢 在我们的消费者行动的网站上面呢 都有讲到有三家 美国基本上是三家信用报告公司 都要看一看有没有被人家就是误导 放进了一些就是说跟你无关的 或者是不公平的一些登记 没有授权的一些开销可能会在上面 因为你知道在美国来说 我们的名字没有我们的信用卡 我们的社安卡号码重要 因为他打你的社安卡号码 那就可以查到你的信用记录好不好 那有些信用记录呢也许是错误的 或者是不公平的 那你每一年呢免费查一次呢 你是可以知道 知道说有哪些可以赶快修改更正这样子 当然了我们消费者行动也有一个中文热线啦 就是说我们做一些咨询的事情跟转介的事情 比如说你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交易啦 或者是说买卖双方有一些增值了 你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这个是一个语音信箱 是4157779635 你听到问候语以后呢 4157779635 听到问候语之后呢 你按2号 那就进入这个中文的这个热线 那会有我们的中文的专员呢 会答复你一些问题 当然这都不是所谓emergency啦 真正紧张的事情 当然你还是要在本地尽快处理 这个语音信箱呢 我们是24小时开放 我们听到以后呢 会想办法呢 尽可能在最快的时间呢 就是答复你那些问题 当然最近消费者行动收到的热线的投诉呢 多数都是关于去旅游要取消 而这个中间呢有很大的增值 就是看你买的旅游票啦 机票啦 或者是那些什么cruise啦 那些呢 到底你是跟是不是合法经营的这个旅行公司去办理的 那可能这个中间呢 就可以处理后的结果呢 差别就很大很大了 所以我就提醒大家 我们在这个美国基本上 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啦 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说有任何的金钱的活动呢 最好都是要跟合法经营的一些商家去来往 会比较减少很多事后的麻烦 那今天的这个讲座呢 我们就大家分享到这里